目前我们发展的阶段 应该说我们已经 基于巴西的临床结果 我们获得了美国FDA和中国CDE 等许多国家药物监管部分的同意 我们在全世界开展了 注册性的三个国际多中心的临床 包括两个轻症的临床 轻症的治疗临床和一个重症的治疗临床 这三个国际大的临床 会为我们药物最后将来进入各个国家 无论是紧急药物许可的批准 还有国家其他的正式的药物批准当中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小分子药物的机理 可能不仅仅是在新冠出发的期间 像我们还是对重症的 就后期的也不仅仅是在新冠出发的期间 会有作用 这是一点优势 另外一点的话 价格的优势 新冠药物就是说 综合抗体的制造成本 都会在300美元到600美元之间 新冠的药物 就是口服小分子药物 往往只是在十几美元 甚至更低的价格 每一个人的了解 感谢观看